料理台冒出火光 火勢大道都快看不到厨师和工作人员 顾客发出震震惊呼 整间店里全弥漫浓雾 味道很刺鼻 五星级焊来饭店 岛屿制度餐发生火警 用餐顾客都瞎坏 26号晚上8点多 在烤压林游区 因为电磁炉加热温度过高 油锅内着火 现场人员赶紧用干粉面火器 8分钟内扑灭火势 现场也一度有用餐 顾客不满烟雾弥漫 餐厅人员没尽速引导引发冲突 他们去跟那个柜台炒 其实炒蛮凶的 就是他们觉得说 这个都向工作人员站 那边都不动 万一到时候整个烧钱 然后你想到这边有几百个人在用餐 位在台北市南港区 和来饭店二楼的岛屿自助餐 当天晚上火势扑灭之后 隔天也是正常来做营业 不过因为烟雾实在太大 业者也寄出了补偿措施 岛屿餐厅周日晚上 用餐加服务费一人就要2200 业者表示受影响客人全额退费 先离开的客人也陆续联络 提供优惠 当天坐在后续客人陆续离开 外场主管也有协助客人离席 安抚情绪 那有一些客人就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也就主动要离开 那我们后面的工作人员 就协助这些客人就到前面去 岛屿自助餐 用餐时段 一位难求280人几乎客满 影响的人数还在调查 但餐厅都有致方面火器 或是很快拨灭 隔天上午 消防人员也来到现场查看情势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TV新闻 蔡明星曹正人 台北财富某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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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